大家好,凯莉和玩具朋友们,我是凯莉,今天呢 要拿着Tube的玩具一起来制作一下好看的手链和项链哦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开始玩吧 包装里面首先有 说明书 接头 塞盖 双排扣 还有项链的接头 勺子 十种不同颜色的珠子 胶圈 最后呢 等等,制作器也装在了里面呀 在制作手链之前呢,先来看看说明书 这是说明书,上面有量尺寸的具体方法 按照说明书呢,我们来量量自己的手臂长短的尺寸 这样以后根据自己的手的尺寸大小,把这个胶圈的塑胶圈剪下来就可以了 使用上面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过凯莉呢,要用更简单更好的方法来试一试 把这个管子直接围在手腕上面 这样的长度可以了吧,你们看一看 按住这个地方以后呢 来使用下剪刀,按需要呢,把胶圈剪掉 把塑胶圈剪完以后,在塑胶圈的两边,砰砰的打个孔 打两个孔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需要用这个塞盖 盖上塑胶圈的一头 使用这个盖塞,好好的盖住 然后呢,接下来的环节是最重要的和最神奇的哦 把塑胶圈插进这个制作器上面,小朋友们 就这样紧紧的塞上去以后,准备彩色的珠子 其中的六种颜色珠串呢,凯莉放在这个透明的杯子里了 然后剩下的四种颜色,放在这里 然后拿出勺子,小小的勺子哦 打开这上面的盖子的话,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在空间里面呢,把这个填进去,把珠子填进去 用勺子摇起来,放在里面吧 来摇动一下手柄,用力转动这个手柄的话 珠子就会掉到这个塑胶圈里了 那么凯莉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试试看吧 可以混合几种颜色,或者是也可以用使用单一的颜色的珠子 凯莉呢,想混合几种颜色的珠子在一起 首先呢,用好看的粉色珠子 用勺子摇起来,放进制作器里 盖上这个盖子 转动手柄的话 当当当 开始进去了哟 哦,是不是逐渐都装满了呀 当当 看到了吗,哇,真的好神奇啊 小朋友们 而且也好好看哦 来,这个样子,看看吧 打开盖子给大家瞧一瞧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珠子吗 把珠子放进去以后,转动手柄的话 珠串会咚咚咚咚咚的陆续的掉到这个中间的部分 珠子呢,顺着 来,粉色的已经有了 使用下紫色的 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转动一下这个手柄 打烂显 so big 吞呜嘟嘟嘟嘟fe 咕哟嘟嘟嘟嘟 咕噓 呜嘟嘟嘟 doll 噠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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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Allahu 把盖子盖上吧 一直等到装得满满的以后 把这个塑胶圈 这样子小心翼翼地取下来 哦 看里面是装得满满的是吧 好漂亮啊 怎么办呢小朋友们 来 在这个盖塞上 像刚才说的那样 把另一端也给它塞住 来 堵住了 堵得紧紧的 好看吧 小朋友们 粉色的和紫色的混合在一起了 来 那么接下来呢 把这两端连在一起 才算是手练完成了是吧 要使用这个接头 把接头呢塞进手练的一端 这样子就算是插好了吧 把手练的另一端呢也塞进街头的里面 自己弄好的话 这样连接起来 把手练的另一端呢也塞进这个街头里面 塞进这里面呢 自己弄的话好像有些费劲 哇 登登 手练呢完成啦 哇 怎么样啊小朋友们 是不是很好玩很新奇呢 来 只做一个呢有点不太有意思 所以这次呢做一个 再来做一个这个项链 试一试看吧 做项链也是一样的 先量一量自己的脖子的尺寸 嗯 这样差不多了嘛 这样 没问题吧 那么抓住这个胶管的一端 大概像这个样子 来做一下项链 用剪刀剪下这个塑胶圈 凯莉要制作的项链呢 不是普通的单管的这样的胶圈项链 而是要用两条这样的塑胶圈 两条塑胶圈绕起来制作的 所以这样一来 需要剪下来一模一样长度的塑胶圈 来 再来剪一次看看吧 好了 然后呢 需要在每条塑胶圈里 装满很多很多的珠子来看看 等 等 是不是差不多了呢 这个也是一样的 凯莉呢 把塑胶圈取下来哦 跟刚才的一样 使用准备物当中的这个塞子 盖住两端以后 来 这样一来 两条珠串的项链 就顺利的完成啦 接下来的环节很重要 先不用这些珠串了 来 看看包装里面 有这样的双排扣 这个双排扣呢 能连接两个胶圈管 先使用一下接头 再盖住其中的一头就可以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来 我们来看一下在相同的地方插入接头 再使用这个双排扣 再使用这个双排扣 要把胶圈管都绕起来 首先 先要把两个胶圈管插进双排扣里面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双排扣 两根塑胶管就连在一起啦 在一起了哟 先把一根拧起来 然后呢 抓住这根 在这里 又要把双排扣插进去了 双排扣 拧好了吧 这次呢 再做一次 再来 双排扣 这样的话 双排扣形的环绕的项链就成功的完成啦 朋友们 看好了哦 这两条领好了吧 把接头部分都扣插好 凯莉也想试试这样戴戴看一看 噔噔 项链终于完成啦 小朋友们 怎么样 我也想招镜子 镜子在哪呢 怎么样 凯莉做得好棒吗 就这样呢 手链还有项链制作呢就安定 今天我们拿着Tuber的玩具 制作了好看的手链和珠子项链了呀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 很神奇吗 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和大家分享哦 再见 再见